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治市屯流区的苗师傅平时也没什么固定工作 就是在外面打打零工 今年六月下旬 苗师傅和弟弟苗建刚 在长子县豹殿镇南街村一户村民家 揽到了一份装修外墙的活 这活收入还不错 一天能挣250块钱 兄弟两个是满心欢喜啊 可没想到 刚去干活的第三天就出事了 说话的这位就是苗师傅 苗师傅说 六月二十号上午九点多 他正准备到院子外边拿施工材料 却听到院子里传来异常巨响 他赶紧跑回去一看 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弟弟苗建刚和另外一位工友张师傅 竟然从楼上摔了下来 苗师傅说 弟弟当时口里出血 已经没有了意识 工友张师傅也不幸人事 这一幕可把他吓坏了 来不及多想 他和其他工友赶紧把两人送到了医院 可没过多久 噩耗传来 弟弟苗建刚因为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 不幸去世 苗师傅悲伤地说 弟弟苗建刚今年四十四岁 没有成过家 无儿无女 一直跟七十六岁的老母亲生活在一起 农闲时 他们兄弟俩就相跟着出去打打临工 关系一直都很融洽 弟弟突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 让他实在难以接受 而工友张师傅的伤势也不轻 好在 因为抢救急时 张师傅暂时脱离了危险 可是由于肋骨和腰椎骨折 还需要后续的手术治疗 因为做手术 合住重症监护室 需要高昂的费用 张师傅的妻子打电话报警求助 接警后 张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和报电派出所的民警分头行动 前往医院和事发现场进行调查 刑警大队的民警在医院找到了当时在现场干活的工友了解情况 那么 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按照工友们的说法 出事的前两天 也就是6月18号 苗建刚和张师傅一直是用主家提供的升降机往上面运送逆子粉的 一直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至于这次两个人为什么会突发意外 他们就不是很清楚了 而在当天下午 另外一路民警 也就是长子县公安局报电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事发现场 大家看 这个就是出事的那个楼房 一共有三层 高度大约在10米左右 当时苗建刚和张师傅就是准备给这栋楼的外墙刷逆子粉 乘坐升降机的时候发生的意外 长子县公安局报电派出所 接到苗建刚和张师傅家人的报警后 很快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虽然现场已经被清理了 但是血迹还在 民警在这里也见到了这栋房子的主人老王 老王的意思是 苗建刚和张师傅 是因为不听他的话才出的事 属于操作不当 出事了 那只能怪他们自己 太不小心了 跟他没有关系 然而 对于老王的这个说法 苗师傅和张师傅却说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苗师傅和张师傅的说法一致 他们都认为 之所以会出意外 就是因为踏板出了问题 导致升降机失去了平衡 这一切都跟老王脱不了干系 而老王对此却并不认同 这是个比较严重 他说 我说 你来了 你要干活 你都站着重点 绝对有没事 因为他本不让固定死 你要他咋喊 这个东西不好 咋死了 这是咋喊 这不好 他完全明显了 这俩路上还 都在这里留恰子里 都在这个孩子留恰子里 老王强调 他的升降机踏板虽说没有固定死 但是他已经进到了提醒义务 所以他认为 这起事故跟他没有关系 除了是 家属们应该去找包工头来承担责任 其料在谁是包工头的问题上 各方说法不一 让这起意外事件的责任划分 再次起得波澜 工友一死一伤 包工头竟一走了之 到底谁是包工头 谁该为这起事故负责 他说他不是公子 他说他是给这个使者介绍 给这个使者介绍的会儿 一起事故 捋起波澜 致命的升降机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一边是苗建刚急需下葬 另一边是张师傅急需手术治疗 所以他们的家人们急切地想找到包工头 和房主老王来为此次事故担责 房主老王说他只是雇主 那现在出事了 家属们首先应该去找包工头 可这个时候 苗璋两家人才发现 找他们来干活的那个姓田的包工头 在支付了9000元的医药费之后 竟然悄悄地就走了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张子县公安局报电派出所的所长王景刚 立即启动四掌连条机制 帮助受害人家属处理眼下所面临的困难 当时发生事情以后 我就在我们拍出 就是重大事情这块就是 死长两条字 这个我们解释 联系这个事发所长 还有每条转子每条老友 我们现在就进行了共转 早介入早滑解 让群中干得到幼银罐 从源头上设想 矛盾不上角 平安不出师 富无不成为的封销理念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 民警先是联系了姓田的包工头 并把他约到了 长子县报电镇南街村村委会 谁知一见面 这个姓田的工头 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福利物有边介绍了 从重点介绍了 介绍了一个工头 去看了这个 建了这个姓田的小工头 一了解情况 他说它不是工头 他说这个 他是给这个使者介绍的画 得知老田这么说 张师傅和苗师傅都连连否认 到底谁是工头 张师傅不是就是 房秀对不对 这个田一鸣 田一鸣 田一鸣 刚刚在团柳一次给他打 就跟着他干 他跟你没发工资还是 他给我没发钱 田一鸣给你们发钱 跟工头打电话 工头去老他才是这个 他就是这个 我就没啥报 我报了他来 他先退协 苗师傅和张师傅都一致认为 他们是跟着老田干活的 最后 民警也跟雇主老王了解了这个情况 老王说 他把家里的装修工程分给了两个工程队 苗师傅他们五个工人 那不是他直接雇佣的 而是通过老田找过来的 干活之前 他给了老田一万八千元的工程款 双方并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 而至于老田和苗师傅他们 是个什么关系 他就不清楚了 张子县公安局报电派出所的所长王景刚 在随后的调查当中 也发现了老王和老田 这笔一万八千元的账目往来记录 我们那个猪甲 这个 复快 复快 详细复快 跟这个星田的复得有复快 有这个账目往来 有记录 看到账目往来记录之后 幸田的包工头也无话可说了 而为了不激化矛盾 专职民事调解员牛心智 先是安抚了家属们的情绪 并了解了他们的诉求 因为施了这个也比较他主 他施了这个 有一个老公亲 他有这个胆身 所以说他这个 对这个讲述的诉求 要求 赔偿 他别搞 上这了 这段时间就是量善谈 因为他这个要罪和这个推步 都收到了这个眼中的上去 需要做受复 这就短短的扇钱时间就花了 射眼完 我们进步这个研究的 现叫这个 曝光头这个星田的 和这个猪甲 现付一部分钱 叫施子了 有土为难 叫这个丧子了 给他一部分钱 进行资料 经过调解 老田同意 掀出一部分钱 给苗建刚的家人 以便安葬苗建刚 而长子县 报电阵司法所所长李鸿伟 则对房主老王展开调解工作 主家提供的那个 那个 当时是那个工具 原来也说 这个东西你就是 根本就推卸不了这个 那么 在这起意外事故当中 包工头 房主老王 和苗建刚张师傅 他们各方 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这件事情呢 它是一个清权损害赔偿的事情 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 提供劳务的一方 因为劳务活动 而受到人身损害的 应当是由提供劳务的一方 或者是接受劳务的一方 根据过错来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那回到咱们这个事件里面 房屋的主人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 他提供了升降机 那在这个提供升降机的过程中呢 他就应当是要进到 安全警告提示 以及对升降机的一个维护保养 等等这样一个义务 如果他没有进到这个义务 那他是有过错的 那同时呢 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 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 没有预见到这个危险性 而盲目的从事这项工作 他本身呢 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 在讲清法律责任 以及立凯关系之后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 张子县到店派出所 对矛盾双方进行了多次协调 践行矛盾不上交的风桥经验 经过五天的调解工作 房主老王答应 先拿出五万元 让张师傅做康复治疗 因为安全意识不足 安全措施不到位 这使苗建刚年仅44岁 就白白地丢了性命 而在事发后 苗师傅和张师傅的家人 就到法院起诉了 11月1号 法院做出了判决 苗建刚和张师傅 在这起事故当中 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责任 雇主老王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 而包公投老田呢 需要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在这里啊 还是得提醒大伙 一定要提高法律意识 在工作的时候 把旅行好相关手续 一定把合同签好 以便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年过六旬 独自居住在废弃的窑洞里 他到底是谁 没有户口 没有身份证 他从哪里来 那你就是小的时候 在哪出生呢 小的时候留学 就在小时 42年 有家不回的背后 到底有啥隐情 逢年过节也不回家 为啥呢 在家里人弄别扭了 六旬老人的身份之谜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前段时间 长治市屯流区 和神庙乡西坡村的村民 跟我们反映 有一个将近七旬的老人 独自居住在他们村里的 一个废弃窑洞当中 这老人呢 每天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让他们看着呀 实在是于心不忍 正说着话 一个穿灰色上衣的老人 走了过来 村民们说 他就是住在废弃窑洞里的 那个老人姓仁 今年67岁 得知村民们 都在担心他的养老问题 任师傅也接过话茬 跟我们说到了起来 任师傅说 他之前跟着别人在外面打工 收入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现在年纪大了 势力又不好 没有了劳动能力 也没了经济来源 他也知道 住在废弃窑洞里 不是长久之计 可是他也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去处 那你就是小的时候在哪出生的 小的时候就在小学中 逢年过节也不回家 不回 按任师傅的说法 42年前 他因为和父亲吵了两句嘴 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先是给别人放羊 之后又跟着别人打工 而在这期间 他一直没有回过家 也没有成家 就在西坡村独自生活 如今他想落叶归根 回到原籍生活 却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你给我把呼啸了 他没难提了 没有办过身份证 那为啥一直没办过身份证 如今任师傅想回到原籍生活 但是遇到难题了 没有户口 没有身份证 他又该怎么去证明自己的身份呢 就在任师傅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位朋友建议他 不如去当地的派出所去试一试 10月中旬任师傅听了朋友的话 就到长子县报店派出所求助 那么最终他想回到原籍生活的这个心愿 能够达成吗 10月中旬 长子县报店派出所 接到任师傅 补办户口本和身份证的诉求后 立即开始进行调查 我们分成两个调查小组 分开到村里面 到这个西埔村 到这个河神庙村 河神庙这个辖区 他所有的生活过的地方 我们都做了一一走的走访 做了调查 民警经过实地调查 确认任师傅的确是在长治市屯流区 河神庙乡一带生活了40多年 接着 民警又来到了任师傅出生的地方走访调查 首先 民警来到了长子县报店镇 小新庄村村委会 了解情况 他出去我还没出生呢 为了落实任师傅的身份 民警又跟长子县报店镇 小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凯 一起走访了几位年长的村民 这位是任师傅的本家兄弟 任淑明 一见面 任淑明就认出了任师傅 民警了解到 任师傅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两个弟弟很小的时候 就过记给了别人 任师傅就是因为跟父亲合不来 争吵过后离家出走的 看到40多年后 再回到出生的地方 竟然还有人认识自己 任师傅很高兴 可接下来 任淑明就告诉了任师傅一个噩耗 听到父亲已经离开任师的消息 任师傅的脸上闪过一丝悲伤 之后他就要求 到父亲曾经生活过的老房子去看一看 以前一家几口在这住的 一家就没服了 任师傅家的老房子 已经年久失修 不适宜居住 那么任师傅晚年 应该到哪住呢 就在说话间 任师傅的姐姐任东英 恰好和丈夫开着三轮车回来 任师傅的姐姐任东英说 弟弟任师傅离家出走后 但凡听到有一丁点弟弟的消息 他和丈夫就赶紧去找 可是每次都无功而返 渐渐的他以为弟弟已经不在人世了 没想到 现在弟弟竟活生生的出现在他面前 随后看到我们的记者拍摄的 随后看到弟弟居住的窑洞照片 姐姐任东英既心酸又无奈 任东英表示 他希望弟弟能跟着他一起生活 谁知任师傅却执拗的要到养老院生活 可是要住到养老院就需要户口本身份证 长子县报电派出所的民警为群众办实事 践行服务不缺位的风巧经验 积极想办法达成任师傅的心愿 仅用了五天 户籍民警就帮任师傅办理好了户口本和身份证 接着又协调镇政府和村委会 给任师傅办理了无保手续 任师傅终于如愿地搬进了养老院生活 10月31号 民警再次来到养老院看望任师傅 不管是高空坠落引发的矛盾纠纷 还是需要补办户口本身份证 有事找警察 已经成为大家遇上烦心事实的第一反应 而长子县报电派出所的民警 把群众当家人 把警情当家事 他们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矛盾不上交 平安不出事 服务不缺位的风巧经验 守着一方热土 保证一方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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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